买着车子就晃 回娘家 今天国庆节露个脸 老张 我的粉丝说了 你别老挤的张哥 张哥人多好啊 看给他美的 先把车停这 我们去给他买点早点 我先走 给老妈先换去 好了 开始做 这是我做的银耳大壳 就像个大嫂子什么的 看着啊 就好吃的 辣椒土豆丝 烧茄子 羊排白萝卜汤 鸡蛋胸式 那是银耳什么的 这是苦瓜 拌葱头 开饭咯 这是一个羽毛球场地 没人 外面没人 我俩中午吃安饭 溜弯的到这了 我把紫白杆架上了 跟大家聊会 大家好 我是兰兰 中午吃安饭 我妈睡午觉呢 我跟张哥就出来散步了 走着走着 我就想哈 找一个没人的地儿 因为要是从我妈这儿走 每天晚上太晚了 到家我在拍视频 然后再剪辑哈 都快12点了 太累了 后来我就想着 我能不能找到一个没人的地儿 走着走着 就看见这么一个 开着门呢 也没人 我就进来了 跟大家聊什么呢 还是聊聊哈 有关健康吧 有人老说哈 莱莱 你妈这一出院哈 身边就不能没有人了 的确是哈 说以后你累的日子 在后边呢 我觉得还行 因为这么多年吧 照顾孩子 都已经习惯了 就是孩子就挺拴人的 虽然他们白天上学 但是我一天三 一天两顿饭 中午在学校吃饭 到了晚上五点多 下午我也得买菜准备哈 也 也 也哪都不能去 终于孩子盼大了哈 想着该自由了 然后 老妈身体又不行了 孩子小的时候 我正当年 正是想干一番事的时候 没办法 因为我家双胞胎 当时就想着 是吧 你挣钱也是为了孩子 那 没人管哈 把孩子 给老师 给辅导班 我也不放心 索性啊 就自己带吧 现在也是一样 有人说 你可以雇保姆啊 雇小事工啊 我也是挺不放心的 一人一个命哈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的 使命不一样 我想我的使命 就是照顾着一家老小吧 也挺好的 没关系 有事干 总比闲着强 我想的挺好的 本来想着孩子工作了 正好在他们结婚 生孩子之前 我有一段时间哈 我又可以 干自己喜欢干的事 所以做自媒体 我感觉也挺适合我的 我也 不觉得很累 也想着好好学习学习 研究研究 但是你看我妈这事又来了 嗨 就边干边玩吧 还是以家庭为主哈 还是以家人为主 那天 就是北京哈 现在银杏 街上很多银杏树哈 秋天了嘛 该结果了 有的掉在地上 然后 我听人说 吃那个银杏 那个白果 可以降压 然后我家正哥 给捡了好多 然后就烤 烤完了以后 再包 包反正挺费劲的 每天吃 每天吃也不知道 降不降压哈 正好我们家的血压剂 没电了 后来因为我们家 离医院特别近嘛 就去医院 每天哈 就晚上上那去测血压 但是晚上有很多 急救病人嘛 那天测血压的时候 就也是北京人哈 在那站着旁边 因为他妈妈 在抢救时 抢救96了 他就跟我说哈 说 下午有一个 54岁的男士 在家里做着饭呢 咣当就倒地上了 然后从家到医院 一个小时 就去世了 就是心脏骤停 当时很惋惜哈 他就说 其实那会儿 要有个速消救新哈 给他搁在舌头底下 可能这人不质疑 然后他说 还有一个人 也是他的同事哈 好不容易盼到退休了 他们家住六楼 他就想 嘿 每天也不下楼 然后原来一百六十多斤 就每天在家打游戏 好一年以后二百多斤 然后没多久就去世了 可能有的人就觉得 干了一辈子 好不容易退休了 该享受了 生活也好了 又有钱了 吃吧玩吧 这一放纵 你看 没了 才刚退休六十岁 那位男士才五十四岁 所以在这儿 国庆节 咱们吃的时候 也要 失可而止 不能报食报饮 也别喝酒喝多了 保重好健康 保重好身体 因为我们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五十多岁 上面的老人 老了 需要我们照顾 孩子将来上班 也压力很大 他的家庭 小家也需要我们帮着 所以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保重好身体 好 在此 祝大家国庆节 开心快乐 也祝愿我们的国家 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祝愿我们每一个人 都平平安 健健康康的 好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记得点赞关注哦